大家好,我是中医劳马 肝脏目前来看是一个最大的消化线 但是在我们中医中 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系 中医讲五脏六腑 肝主疏泻 主气急的生发 气质为怒 在体为筋 同时它还主藏血 主藏魂 所以说我们的肝的功能 主要靠什么来营养的呢 就是肝血 肝体因而用养 而就赞于肝的藏血的功能 如果我们肝的藏血功能失调 就会引起了肝无以所用 同时肝无以所藏 引起肝的疏泻功能失调 就引起我们的气急欲臂 甚至气逆化火 急躁阴怒 那么我们临床上 怎样来补肝养血呢 中医讲肝为肝脏 脾气之本 肝为肝脏呢 那么我们就要揉肝 用什么来揉肝呢 就是养血 揉肝一养血 恢复我们风目 肝的调打之性 这样肝的功能呢 就正常 而我们人体的气急呢 也就正常了 那么临床上 经常不肝养血的 我们用哪些药物和方剂呢 今天呢 我就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一讲 肝血不足 肝气 瘀治 所引起的症状 有哪些呢 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35岁的弹性教师 经常呢 会出现一些上虎 因为当老师呢 肯定每天憋气 我们的夜天室 就讲究了 我们的六瘀之间的转化 他说呀 瘀则气质 气质久了 必化火 火炼之邪 一够灼伤阴血 那么灼伤我们的肝血呢 就造成肝血的不足 这个患者啊 来的时候 就表现为呢 眼干眼色 口干有时候很苦 同时呢 还会出现呢 急躁一怒 爱发火 而且大便肝 小便有点黄 邪内区呢 有点胀痛 为什么会胀痛呢 而肝经不邪内 灌隔入肺 而邪内呢 为肝经之斧 所以说 我们这时候 我们肝气欲解 肝血不足的人 首先表现为 我们邪内的一些症状 胀 满 痛 等等 我们怎么来治疗这个方案呢 因为它气欲相对有点火 那么又有肝血的不足 那么我们 疏肝 清热 养血 以揉肝 同时呢 所以活血 那么临床上 我们用哪些 你像我们用一贯肩 所以说这个患者呢 相对的用了 用羊血 同时呢 又活血 但是呢 有人说了 他有了气欲化火的症状 我们用什么呢 那么我用只子单皮 这个患者呢 用了两周 症状呢 就明显的缓解了 说补肝羊血 而调打肝木 是我们解决肝血不足 肝气不输的 重要的治疗方案 所以说补肝羊血的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呢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恢复